接着呢,在我们的研究来说 我们可以将它变成神经圆 那就是将它变成一个神经球 然后再培养的时候,其实可以有机会变成神经圆 那么做完这些手术之后呢 那只老鼠就没问题的 人类有没有问题呢? 不知道我们一定需要将来的仇座临研究才知道 那只老鼠就很生猛的 当然,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就是将它们放进去腦里面 去看看它能否生存到 那发觉是没问题的 就是它们是可以在腦里面再生存 换句话说,其实某程度上 是能够去治疗到 即是如果它能够恢复那个功用的话 那就是能够治疗到那个病 其实这个研究,我们发觉我们可以利用这个MRI 就是核磁共振的那部机器 本来是做过照病人的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东西去提供那个磁场 所以,传统的医院上的将来的时候 是人类的核磁共振机 其实我们可以将这个核磁共振 是改变成为,除了是一个 emaging 的 就是照老的 或者照新的各部份的东西 是可以改造成为一个手术用的仪器 因为它可以提供磁场 利用这个 我们这些小的磁铁 是可以将细胞或者如何去 去移动它的 那么我们也发现这个核磁共振是有用的 那么跟着呢 当我们去培养细胞的时候 举例,我们将它放在培养机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哦,动不了,不好意思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anyway 可以,可以 那大家可以详细看看 这个细胞就会变成一个神经圆的细胞的样子 这里也是 那就是说 我们在那个显微镜上 就会看到 当我们培养这些细胞 原先就是一些比较原始的细胞 再放一次 就是原先的细胞比较原始一点 那么它最终就会变成 一个神经细胞的样子 那么我们是有方法呢 可以培养到一些 活体的神经细胞出来 那么我们 以后 有机会的话呢 就是当我们进入临床研究的时候呢 我们就希望真的拿到病人 病患者的神经 肝细胞出来 接着我们再放在一个培养的地方 接着将它培养 好像做 细胞移植 就是其他器官移植这样 就希望能够呢 培养到一个神经细胞出来 这样就会放在患者的脑里面 这样就去治疗各种各样的神经推化的病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做到的 那么其实呢 就国际上来说呢 就是我们现在 都差不多一回合了 因为大家都比较太有技术性 就怕大家听得比较悶 那么就 我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其实这个呢 Oops 就是 Stanford 是史丹福大学做的 他们其实做了一些 年轻的 Stroke patient 他们呢 就不是用神经细细胞做的 他现在这个呢 是一年前左右 那么他们就发觉呢 那个 用我们的脂肪细胞 刚才我一直都没有说脂肪细胞的 就是因为呢 其实脂肪细胞呢 就是其中一个 坊间做得最多的 那么他们呢 就 坊间那些 次是非的治疗呢 那些其实就说自己用脂肪细胞做很多很多的应用 其实没有FDA approve的 由头到尾 FDA都没有证实到他的疗效 所以如果大家去参与这些 如果真的 其实也有的 我估计有些病者都去外国做这些的 那么其实就很危险的 因为呢 有很多国家 他可能的法例不一样 他可能是做得的 但是就是 是不是有效果呢 其实就真的不知道 然后